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川陷于内铁路 公路 水路 航空四通八达 同山高速公路 母家高铁穿径而过 距加姆斯国际机场仅29公里 是通往三江平原的烟湖要道 辅辙东北三省 以俄罗斯远东地区 是卡家双湖陆海四头支出带上的重要节点 华川生态资源顶部朱群 境内有森林 湿地 江河 河泽 冰雪等生态资源 村季林海绿涛 夏季清凉宜人 秋季五花山色 冬季云庄宿国 在北边垂满眼湖光山色 冬季之地 军系秀美隔山 万青省一湿地保护区 勾勒出取水环草垫 围场连天壁 随鸟曼云空的湿地景观 华川国亚级森林公园 绵延百公里 松花江畔的秀美风光 森林生态游 民俗风勤游 湿地度假游 古城名胜游和红色文化游 成为江河寺市城市后发源 华川历史人文特征明显 是历史之城 英雄之城 是辽金文化发源地 拥有五国城中保存最完整 最大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瓦里护城古城 拥有著名的金屋珠点亮台 华川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 抗日英雄八女头江冷云 革命烈士靖夫 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 是出生在这里的英雄代表 老一辈革命家张文天曾翻下贵龙山 在花庄开展土地试点运动 古代文化的神秘魅力 与现代文明的友谊结合 形成了华川多元 包容 开放的文化特色 华川朝鲜民俗风情浓郁 青火草影族乡是黑龙江省最大的 草显族聚集区 是沿东黑两江少数民族黄金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 1951年 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 青火草影族集体农庄诞生在这里 首创中国合作发展集体经济 准备投资建设的青火草影族民俗风情园 将成为集文化体验 生态观光 休闲度假 养生养老为一体的 黑龙江省东部朝鲜族民俗文化中心 是黑龙江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之一 被列入全国优选旅游项目 华川农业观光资源复集 全国农业看龙江 龙江农业看三江 华川处在三江平原 百公里绿色稻米长廊的起点 处以鲜然腐地 鱼米之乡筑成 华川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国家粮食生产先进县 和国家优质稻米输出基地 华川是三江水稻种植之源 和绿色稻米之都 水稻种植面积130万米 华川大米获得国家认证 原产地的具体标识 青火大米曾入选和面移 享有白色珍珠的美丽 将要建设的韩帝京道博物馆 已经启用了3688米 单庄亚洲规模最长的取手渡巢 灌取景观长廊 现代农业展示区 唯美庄园休闲区 描练出极具北大仓韵味的 东北风情画片 华川 展北国之英姿 贵锦绣之蓝图 创时代之伪迹 勤劳致朴 开拓创新的华川人民 沉阳四海滨棚 旅游观光 投资兴业 华城古今 穿通天下 五星华川 欢迎大家的到来